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12月22日,杨幂关心了和刘凯威离婚的事实,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消息,同时也是一个大家已经知道了两年时间的娱乐圈秘密。 这样的一个官宣消息,顿时让娱乐圈沸腾了,诸多报道如雪花般的出现在大众的事业中,这或许是两年来,刘凯威名字被提及最多的一个时期了。 而在离婚之后,刘凯威和杨幂的差别,也离马看到了女强男弱的事实。 杨幂并没有选择休息,仍就是奋斗在事业的第一线,领奖、拍戏、盛典、代言、广告、春晚菜牌、同学聚会,此刻的她完全回到了曾经的拼命三娘的状态,但是对比以前的状态,此刻的她似乎更加的犀利了。 而在一月三十日夜里,杨幂更是登上了官媒,将新春的祝福送给了大家,人民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杨幂,我从小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,所以小时候每年春节,看春节联欢晚会,吃饺子,贴春联,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,大家聚在一起特别热闹,马上就要春节了。 在这里,我祝大家新春快乐,和家欢乐,和我一起把爱带回家,着实让大家看到了杨幂的流量和影响力。 就在杨幂将祝福送给大家的时候,2月1日凌晨,刘凯威的近况也被港媒爆出。 近段时间比较低调的刘凯威,已经回到了香港,而在回到家中之后,港媒们就拍到了她为女儿把年货的情形,照片中的她衣。 深深色的造型,黑帽和黑口罩的设计,更是让大家看到了她的低调。 对比于杨幂的拼命三娘状态,刘凯威显得更顾佳。 不仅刘凯威的身影遭到曝光,女儿小诺米的正面照,也在这一次曝光了。 短头发,小棉袄搭配小纱裙,着实有着小杨幂的风采,或许是爸爸回来让她十分的高兴,一路上都是蹦蹦跳跳的,着实可爱。 如今,杨幂和刘凯威已经离婚了,而两人在追求上,似乎有着一些差别。 2019年,希望两人的生活都能快快乐乐。 免得声明,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